缺水加上了疫情 雙重影響 國際知名景點日月潭連假第二天一早 唯一開放的伊達哨碼頭 這裡遊客三三兩兩 不過何歡山高山杜鵑盛開 車潮人潮不斷 遠景一早就待現場實施交通管制 何歡山欣賞高山杜鵑 車鎮連綿不絕 把臺十四甲線排成貪吃蛇 因為停車場一早就全滿 但車子還是不斷湧進來 遠景在主峰登山口和武嶺路段 實施單向通車管制 避免發生交通意外 游艇停放在湖岸碼頭的 比行駛在湖面的還多 同樣是廉價 南投日月潭伊達哨碼頭 一早卻是冷冷清清 沒有開 我們是買套票的 我們坐高鐵上來 買套票還送我們傳票 不能坐 我們來的時候導遊有講說 如果萬一沒有水的話 我們是要騎腳踏車 然後昨天知道說 就是水位還不錯可以游湖 然後老師說 那我們就游湖不要去腳踏車 開水洗碗 普通不過的動作 也成了日月潭周邊商家 可遇不可求的幸運 因為缺水供水不穩 說停就停 說來就來 勞動節連假第二天游客出籠卻是兩個世界 記者魏少允 SN 區小組南投報導